在这个战乱本战的世界,每一个还独立自主,还有点发严权的国家,肯定都有拿得出手,可以在世界舞台上秀两下的杀手武器。 对于一支经济虽穷但气势不输人的俄罗斯,肯定更有是自己的独特秘密宝贝,让其他国家万而守卫。 战而却不,如果说到战争,肯定导弹是一个屁不可少要说的武器,俄罗斯就拥有这样一款让美国发疯的导弹,白羊M导弹。 白羊M导弹和之前俄罗斯报道的萨尔玛特洲际导弹有所不同的是,白羊M导弹的发动机使用的是固体燃料,而萨尔玛特洲际导弹装的发动机装的是液体燃料。 装有固体燃料的白羊M的起步时间更短,而且加速更快。 目前如果它一旦发射,没有任何东西有能力能拦截,而且可以打击和摧毁的目标,远到一公里以外。 而且俄罗斯还宣称,白羊M的飞行能力,也是目前世界上其他的导弹的飞能力不能比你的,可以说都不是一个级别,还差好几个阶层吧。 白羊M导弹的先进再一次说明,国家穷并不代表科技不先进,只要这个国家在这块用心,而对于俄罗斯这样的好战,改战的国家来讲,军事科技的发达还是有目共睹的。